现在我们来看极限的求法 目前的话呢 我来介绍的是 所有极限里面的话呢 最入门的一个题型 这个题型叫做直接代入法 当然啦 每一题都可以证明 但是的话呢 我们要直接把它写出答案来的话呢 是非常的容易的 请看看第一个题目 当X趋近于2的时候 X加3 会趋近多少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原则上把这个题目 就直接带2进去就可以了 2加3是多少呢 是5 来第二题 各位同学你们看了看 这个题目会不会呢 把1带进去 直接答案多少 3减2是1 再来看这个题目 X往5靠近 请问X减2会靠近多少呢 当然同学都知道了 这种题目的话呢 如果的话呢 出出来 当然就是直接带答案 就可以取得分数了 那下一步 我们要介绍的一个稍微进阶的题型 这个题型叫做对销的题型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的话呢 根据我们前面所教的 X是靠近3 假设我们带3进去 同学会发现什么呢 会发现分母会变0 分子也会变0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公式 要记得 什么公式呢 A平方 减掉B平方 我们的话呢 必须知道两个平方相减的话呢 可以把它写成 分解音式之后 会变成一个A减B 挖虎A加B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的话呢 上面是X平方减9 X平方减9 9就是3的平方 来题目的话呢 我们把它转变成什么题目呢 Limit X趋近于3 然后的话呢 上面是什么呢 上面是A平方减B平方 等于A减B 挖虎A加B 底下是X减3 然后这两个的话呢 各位同学要记得了是 你们的话呢 千万不要以为它分母会变0 它是趋近于3 它并不是真的3 它是往3靠近 所以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数字 但是不要紧 因为上下都有一个 一模一样的数字 可以对销 于是各位同学的话呢 采用的是带入法 直接带入 3带进去是多少呢 这个题目答案是6 那么我们解决了这一题 我们来看看下一题 下一题的话呢 我们检视这个题目 我们可以发现 X趋近于2的时候 有没有上下都会等于0啊 没有 它其实的话呢 它就是我们刚才那个题型 来我们就直接带进去就可以了 我们来把它2带进去 看看会不会是0分之0呢 不会 上面2带进去是负2 2减4是负2 这个的话2带进去 4减2是2 直接写答案 答案是负1 千万不要看到这个题型的 类型的题目就直接要对销 其实的话呢 要仔细看题目 它是不是可以对销的 再来看第三个题目 第三个题目有开根号 看起来很难 那么我们把9带进去看看 上面是9减9是0 下面的话呢 是根号9减3 它也是0 于是它就是一个对销的情况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也是采用的是 a平方减b平方 等于a减b a加b 只是说我们硬要把 x减9 要把它压榨成 来各位同学请看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趋近于9 下面的话呢 还是一样 我们照写 是根号x减3 上面的话呢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的话的x 相当于是根号x的二次方 于是的话呢 我们就硬把它挤出来 变成根号x减3 根号x加3 这样的结果的话呢 各位同学请看 a减b a加b 等于a平方减b平方 确实是没有错 于是的话呢 我们看看上下 这里是不是可以对销了 没错 于是我们就写答案 根号9是多少呢 是3 3加3 答案也是6 于是对销的情况 我们就大概上到这边 对销的钱 和 你 这边 稍微 说 闻 …… 我